今天要來跟大家探討一個很重要的主題 誰是臺灣目前最受歡迎的政治人物 人是感情的動物 貴、怒、愛、禄、愛、粉、精修 有人有肥有目視 有人無肥無目視 有人重情重義 有人無情無義 這都是人類生活的日常 感情或是精修在人類政治過程中的作用到底是什麼 這在政治科學裡面 尤其是政治心理學裡面 研究非常多 在這裡我要簡單說 感情是人類政治過程必然存在 當時也是非常精本 非常重要的興奮 當民進黨總統代算 整個大小已經確定正式推出 現任總統蔡英文 作為李空 李空總統候選人的時候 國民黨總統初選也積極在進行當中 還有像在旁邊 共同要投入來的 無統接台北市長 柯文哲 整個總統代算的情勢是越來越明朗了 這個時候如果我們來針對整個重要的政治人物來進行 感情溫度的策略來比較準確來評估 他們受到孫民悲哀或是投入的程度 應該是一件非常重要還有趣味的事情 二零一八年十二月 韓國瑜高達六十二度 那是一個相當熱的一個溫度 絕對是可以選總統的 毫無問題 二零一九年二月六十點三五度 也是非常的熱 非常高 這也是一個絕對選總統很順利的一個溫度 誰知道幾個月落到43.79 這個上天也太作弄人了 這個中間到底發生什麼變化 韓國瑜在這段時間也不是非常打拚 要贏總統 到底什麼原因輸得 他在每一段時間被台灣的選民打入民意的冷宮 跟半年前的蔡英文總統一樣 原因是什麼 實在說非常重要 他是不是還可以重新找回那美好的往日時光 非常值得探討 這個是另外一個更精確的圖 我們可以看到 台灣人總共有超過百分之五十以上的人 喜歡韓國瑜 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五成三 二零一九年二月有五成四 五成五這樣的喜歡的程度 現在只有三十五點四的人喜歡韓國瑜 從討厭的角度來講 二零一八十二月只有十三點二的人 討厭韓國瑜 二零一九年二月只有十九點四的人 討厭韓國瑜 現在有百分之四十四的人討厭韓國瑜 為什麼 超過這個悬疑 超過很多問號 臺灣人最喜歡的政治人物 就是說五十多以上的 第一名是羅青甲 第二名是柯文哲 第二名現在是蔡英文 第三是柯文哲 第四是韓國瑜 第五是郭台銘 有好感的 討厭的 討厭的 什麼人最討厭 現在是韓國瑜最討厭 第二創英文 第二項最討厭 第三是貴台銘 第二是柯文哲 羅青甲 是五個人裡面最不被討厭的人 有沒有feel 這個也是很重要 政治人物 感覺沒有feel 這就不是好事 現在最沒有feel的 就是臺灣人對這裡 政治人物最沒有feel的 就是郭台銘 三十六點七 百分之三十六點七的人 是這樣子 然後是柯文哲 百分之三十 然後接下來就是賴清德 接下來蔡英文 然後韓國瑜是百分之三十 八點一 所以非常趣味的所需 非常趣味的所需 那麼政體來說 這個 我們法國 這個 羅青甲雖然議外 六選 但已經沒有在任務的 這個總統候選人的行列裡面 但是還尋求 深受全民的喜愛 這是他特地安慰的所在 我們說個結論 選民對政治人物的感情有重要嗎 很重要 要求重要 重要到會影響到政治人物的監督 蔡英文 柯文哲 韓國瑜過台面 目前給台灣人的感覺 就很清楚 剛才我們所說的這樣 這個是不是可以改變 當然可以改變 蔡英文就為民意的人說 現在又出來了 現在又定心感受到陽光的這種溫暖 這個人氣的包圍 同樣韓國瑜由天上擺下來的 煩甘 現在由他形變成人 他現在未來會改變嗎 不知道